朱棣怎麼當的皇帝? 朱棣在北平受封燕王 後來發動靜難之役 起兵南下攻打建文帝 攻破南京後自己當了皇帝 公元1380年 朱棣就翻北平 之後兩次率兵北征打敗蒙古軍 加強了他在北方軍隊中的影響 建文帝即位後 例行削藩政策 朱棣知道此事後 為國靜難為名 打著清軍策的旗號起兵南下 建文帝以耿炳文為大將軍 領兵30萬罰朱棣 結果接連被朱棣打敗 而後又派李景龍率領50萬大軍攻打北平 朱高翅率兵陣首 使李景龍無法破城 公元1402年 朱棣再次徽施南下 接連攻破城池 不久便攻入南京城 幾天後 朱棣繼承明太祖的地位 登基為帝 年後永樂 視為永樂大帝 字幕提供 李景龍無法破城池